讲完了固定私产的初始计量 我们进入它的后续计量 固定私产的后续计量包括的是两块 一个是折旧 一个是后续支出 折旧这块是重要的一个内容 它主要把控的是折旧的计算原理 包括它的数据推算 另外这个折旧和减值的关系 初级会计事务要求都不高 但是你多少得知道一些基本的体系 再有就是它的后续支出 包括什么改良 修理 怎么辨认它是不是改良 是不是修理 改良应该怎么走账 修理应该寄什么样的费用 这些都是它这块核心的重要内容 来吧 开始 先看折旧 这个折旧到底是什么东西 折旧啊就是你买一个车 它肯定是越用越破 它不断的破败下去的这个过程 就是折旧过程 就是损耗过程 折旧就是损耗的意思 折旧这块原则上啊 你只要用它 它都会出现损耗 在这儿 通常我们所说的折旧的范围是 使用中的固定死产 它都应该有折旧 那你说这固定死产我要不用 闲着它有没有折旧啊 也有 老家的房子 长期不住人 你去看一看去 它都特别快 都长毛了 那个损耗比你正常住着人 损耗还要快 所以说呢 这个折旧的话 有的是 应该说大部分都是使用状态造成的 但是有一些的话呢 你就算不用 它依然有折旧 这点呢 自己体会 那么我们的折旧范围应该怎么定呢 我们先说哪些不提折旧 因为提折旧的是最常见的 大部分都要提 哪些不提得重点记 你把这个不提都记住了 剩下的都是提嘛 第一个 提族折旧还在用的 这说明这个单位过日子非常的细 就这个折旧的提族了 但是它还能用 我就接着用 这种情况下的固定死产 你不能再提 你再提它就成负数了 这种情况是不让提的啊 提族还在用的 第二个就是我前面跟你聊过的 那个土地 那些老牌的国企 尤其是军工企业 它当初成立的话呢 那个地是国家无偿给的 当初它在拿地的时候呢 它就当初固定死产入了账了 然后入完账之后 就发现这东西没法提着就 就在那放着 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 应该算作历史的遗留问题 这种土地注意啊 它是不提着就的 就是当做固定死产入账的土地 这个是不提着就的 那你说这东西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就等着这个企业改制 改制的话呢 这块地儿 按照国家投入资本来处理 但是呢 这种情况下你改制的话呢 你再去用地 那就不成无偿波了 注意啊 你就得去买了 知道吗 土地使用权 那叫无形资产 那是现在土地的常规使用状态 这种把土地当作固定死产入账的 那都是老牌国企 历史遗留问题 以后也就没了 这个呢 知道就行啊 再来 改良期间的 这有一个问题 改良 还有一个叫修理 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我简单的说一声 所谓的改良呢 就是重新构建 比方说咱们单位有个办公楼 我在现有的这个办公楼的基础上 我加盖三层 那你这楼肯定跟以前有本质的区别 这叫重新构建 这个折腾劲儿大 这叫改良 改良属于重新构建 重新构建的话呢 那么在改良过程中属于工程期 工程期没完工 这个肯定是不能提折旧的 这叫改良 啥叫修理呢 同样是这个楼 怎么叫修理 修修补补恢复原状 这个楼塞修他也那样 他不可能说有一个质的改变 因此修理的话的这个开支啊 只能说是维持现状的这么一个开支 这种情况下应该一般来讲 修理是所当期损益 不会让资产出现质的提升 不能认定为重新构建 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 什么大修理规模特别大的 另当别论 一般来讲 修理叫恢复原状 它不会让资产有质的飞跃 质的改变 因此这个钱呢 一般走当期损益的多 听懂了没有 这就是改良修理的一个区别 很明显 我们后面讲到后续之初 这事还要再拎出来单说 你就先知道一个概念 改良啊 就折腾就是比较大 重新构建 相当于工程期 这个折旧是不提的 在改良期间属于工程期 折旧是不提的 但是修理期是可以提的 因为修理的话呢 修修补补恢复原状 属于正常使用状态下的 这么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 你就算修理它停工了 大修它停工了 那么这个停工期 视为正常经营期 视为正常使用期 折旧正常题 这点呢 要注意对比 提前报废 提前报废什么意思啊 散单位买个新车 一出门撞了 给报废了 那这新车还没有提折旧呢 就废了 要不要扒 他这个没有提折旧 给他补一下 不可以 不可以 这是四个不提折旧的 走 提折旧中有一些 经常出现错误的范围界定 像这个 没有使用 不需用 这个呢 要正常提折旧 一般折旧 寄入管理费 这个没使用 不需用 是说什么情况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我这房子都盖好了 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了 但是呢 由于各种原因呢 这个房子 咱一直没有入住 办公楼一直没有入住 但他已经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 已经入了固定私产了 那么都得从次月 就是从你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的次月 你就得按正常的折旧提论 你不是没用吗 没用的话呢 你就走管理费就完了 这个的一定要注意 这属于都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了 但是你没有启用 那你也得提折旧 走管理费 还有就是这楼 我们现在住不清闲着的 这个楼不管原来是干嘛的 原来不管是销售部门用的 行政部门用的 生产车间用的 甭管谁用的啊 以前谁用的 无所谓 目前它是闲着的 这种楼的话呢 也是折旧走当期的管理费 闲置的 这叫闲置 看见没有啊 这是指的没有启用的 那在这的话呢 这种情况下的折旧 要正常提 提到管理费 因为它没有使用方向 它都按管理费走 这点要注意体会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个闲着的东西损耗 有可能比你正常用的损耗还要大 就像这个房子是最明显的 你长期不用 你看这个房子 房顶都长毛的 这房子那么好就塌了就 它的损耗幅度会更大 你有人在那住着 长期打理 他可能用的时间更长一些呢 这个大家是个常识啊 来 第二个 大修理停工的 大修理停工 我刚才聊过 这个算什么 修修补补 修修补补 属于什么行为 属于恢复原状 那么这个支出的话呢 没有让资产 有一个质的性能的提升 它不能叫做改良 人家改良的话呢 叫质的改变 重新构建 对吧 你改良期间的话呢 属于工程期 重新建造期 那个折就是不提的 但修理的话呢 是恢复原状 修修补补补 那么这种修理行为 当做正常使用中的 一个必要停歇 整体应该归到正常使用期 所以它那个折就是正常题 正常题就是原来提哪 现在还提哪 记者啊 你千万别把这个事和这个事弄混了 我再给你解释一遍 比方说这个楼 这个楼是销售部门用的 听到这个楼是销售部门用的 现在还在用 我现在呢 需要对这个楼进行长达一个星期的修理 要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修修补补修缮 那我问你啊 这个楼 它修缮期 那个折旧 应该寄哪去 原来寄哪 现在还寄哪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楼是谁用的 销售部门用的 那还得走销售费用啊 你不是说闲的这个楼走管理费吗 那是指的没人用的楼 没人用的楼 和有人用的楼的修理期 是两回事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闲置的走管理费 这个是不管你原来谁用 反正现在是闲着的都走管理费 而这个楼的话呢 是销售部门用的 甚至说是车间用的 它是正常修理期属于使用状态 那它的折旧费 必须和它的使用部门有关系的 那就不一定走管理费了 你当然行政用的走管理费 对吧 销售部门用的 那得走销售费用 生产车间用的就得走制造费了 这个你千万别把这个大修停工的这个状态和闲置的 这是两回事 两回事 别串了啊 再来 替换 啥叫替换的 大家坐过飞机没有 我一个同事啊 特别紧张坐飞机 紧张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本身就倒倒完 你知道吗 人家都坐好了 那时候 两千年初的时候 飞机比较破嘛 这姐们上去之后呢 一看这个飞机 黑乎乎破破烂烂的 然后他上来就来一句 哎呀 这个飞机 他不会掉下来吧 坐在头牌的有一个商人 一看的话呢 人家就信佛 我觉得他也可能是信上帝 因为他这样比划 但是他手里面拿的是佛珠 那就说上帝宽恕他吧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不要掉下来 就这意思 飞机 一般是几个引擎 两个引擎 737嘛 747是四个 我问你啊 747这四个在飞的时候是 两个干活 两个歇 还是同时干活 这个问题特别好 没坐过飞机的人总觉得 这个肯定倒着班 有一个转的 那仨歇着的 不可能 如果能要坠机的 同时再转 同时再转 没有说 倒着班转 没有的 但是在生产车间里面 经常有什么事呢 车间里面 他有说的话呢 你比方说他这个 为了保证生产的顺畅进行啊 他这个生产线 他给你备两套设备 然后呢 倒着班用 防止出现的某一套设备 出现问题的话呢 这个生产会终止 这叫替换设备 飞机引擎不是替换设备 注意啊 你别喘 替换设备 他会用一个 歇一个 倒着班上 那么这个的话呢 都作为使用状态 折旧正常题 这三个呢 要注意体会 走 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 当月减少 当月照提 这个事和无形私产 正好是拧着的 固定私产 是取得的次月开始者 也就是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的 那个月的下一个月 开始提了就 减少当月正常题 那要是无形私产呢 是取得当月摊销 减少当月是不摊的 也就是说呢 无形私产摊销的这个节奏啊 比固定私产早了一个月 看 无形私产提前了一个月 这个呢 是一个规矩 你就记住就行 来 看一个题 21年的多选 下列个项关于固定私产折旧的 表述谁说对了 当月减少的 当月照提 没毛病 当月增加的 当月开始提 不不不 应该是从下月开始提 固定私产提足折旧后 还在用的 不再提 没错 提前报废 但没有提足折旧的固定私产 不再补提 提前报废 没错 不补提 这样的话呢 ACD是说对了 再来一个 下列个项 谁要提折旧 非生产经营用的中央空调 你注意啊 不管它是生产经营用 还是非生产经营用 这折旧都得提 上月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是没有办理军工结算的 也得提啊 上个月达到预定可工使用状态 那你从本月就要开始提折旧了 而且的话呢 它没有办理军工结算 当初你在入固定私产时 你是散估原价入的 那你从达到预定可工使用状态 这一天散估入了原价之后 从下个月散估原价先提的折旧 等到军工结算到位之后啊 把那个散估原价给它改了不就行了吗 但是它那个散估原价提过的 这就动不动 不动 日常维修期间停工的正常啊 正常题 维修期间 我再说一遍啊 修理期视为正常经营期 视为正常使用期 折旧正常题 别把它和闲着弄混了 以提足继续使用的生产线 这个不提 ABC位 再来 下来个像需要提着就的 又一个 提足还在用的不提 继续性停产 啥叫继续性停产 喝过啤酒吧 啤酒厂你去过没有 啤酒厂那个设备啊 满负荷是在什么季节 夏天 夏天的话 啤酒销量最高吗 冬天喝啤酒的少 但实际上冬天涮火锅 喝啤酒是非常爽的 尤其是那个 吃四川火锅 比方说成都啊 重庆的那种麻辣火锅 这一块的肉加下去啊 涮这么三项到四项 捞出来 在那个麻将料里面一沾 到嘴里面一放 这时候必须得配啤酒 而且得是冰镇的一口下去 然后把它顺下去 那个爽劲啊 啤酒这个时候的话呢 还是有些人磕的 但是冬天喝的人比较少 因此的话呢 它这个设备啊 到冬天它会有一些设备是停着的 这叫季节性停产 季节性停产 记得啊 那你说停的这个 提着就把提 季节性停产设备 视为正常必要的停歇 这个视为正常使用状态 这个是要提定 更新改造的 更新改造 更新改造属于改良 这个改良有好几个词 你注意啊 有叫改良的 有叫改扩建的 有叫更新改造的 你甭管它叫什么名 这仨名其实是一件事 我重复一遍 改良 就是更新改造 就是改扩建 这是一个词 对更新改造中的设备 视为工程期 重新构建嘛 这个折旧是不提的 单独当作固定死产入账的土地 这是肯定不提的 这是历史的遗留问题 哎呀 这样的话呢 提着就的就一个呗 闭 下面我们开始讲解 有关折旧的 记题的因素认定 提着就 它的因素应该有四个 一个是原件 就是初始成本 一个是折旧期 一般就是它的使用期限 还有一个是净残值 啥叫净残值呢 净残值就是这个设备啊 或者说这个固定死产 在到期时 报废啊 它好歹能卖点钱 它最终卖剩下的那个钱 就叫净残值 净残值一般怎么算呢 是用残值收入 减去清理费到几 这是仨了吧 还有一个叫 以题的净值准备 发生净值要提净值 这事呢 我们净值先放一边 咱们先把前三个的 折旧因素的关系 用一个题把它比划一下 来先看一看 它的三要素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叫折旧基数 什么叫做折旧基数记者 折旧基数就是原价的意思 你像有一个设备 初始成本一百万 好 这就叫原价一百万 也是提折旧的起点 也叫折旧基数 折旧基数就是固定死产的初始成本 提折旧的话呢 以月初提取的折旧的固定死产的原价为依据 当月增加的当月不提 当月减少的当月照提 也就是说你提折旧的这个原价 要以月初的那个标准为口径认定 因为当月增加的是不提折旧的 是不在我的当月的提折旧的原价范围之内的 但是当月减少的当月照提 这个呢 你先知道这是折旧的起点 第二个是预计使用期 一般来讲所谓的预计使用期就是它能用多久 能用多久 一般是按照期间 就是年限来算 也有的一些设备啊 它是按照它的产量来算它的预计使用期 比方说这个设备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 那么1000万吨就是它的产值 就是它的总的使用的这个效能的产量 有的是拿它作为它的测量的这个使用状态也可以 你像这个汽车 汽车有的是行驶多少公里吗 这车买下来货车是吧 有的说是能用10年 但是更多的是它能跑100万公里 那么100万公里就是它的整个使用的这个寿命的一个测量标准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用年限的多 注意啊 一般用年限的多 什么叫净残值啊 净残值刚才聊过了 净残值就是残值收入减轻理费 所谓残值收入就是最后你把它报废掉 能卖残值卖多少钱 但是你得减掉它的清理中的一些开支 你最起码这个设备你得请人搬运吧 那么那个钱要花进去的 比方说它这个到期是能当废料卖10万块钱 然后请人把它搬过去大概需要3万块钱 10万减3万 那你落手里面是7万 那就叫净残值 净残值就是残值收入减轻理费 我给你写一下 当然这个残值收入是预计的 因为你现在没有到清理之前 都是预计嘛 预计残值收入减去清理费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都有一些经验数据 基本上也能算出来个大概 残值收入减轻理费 叫预计净残值 我们干脆跟你比回一个题 你直接看一看会更直观一些 上题 甲公司2020年12月买了一台设备 请注意 我们假定这台设备是不需要安装的 买下来当时就达到了预定可公使用状态 那么当时就达到预定可公使用状态 那它的折旧得从21年1月份开始 没错 入账成本是103万 这是它的提折旧的基数 也就是所谓的原价 预计使用期限5年 就能跑5年 能用5年 折旧期5年 预计残值 预计残值是蒙的 就是5年之后能卖多少 卖4万块钱 然后你把这个设备清理掉 还要出清理费1 这样的话呢 它的净残值就是预计残值收入4 减轻理费1 等于3万的预计净残值 好了 这杀基数 杀因素 已经凑齐了 我们看看它的关系吧 你得先算一个叫应提足折旧 所谓应提足折旧 就是这个设备的整个使用期内的总消耗是多大 你想想它的原价是103 最后能落3万 到手的话呢 总的支出是多少 100 这就是预计的应提足折旧 所谓预计的应提足折旧 就是原价减净残值最终形成的总消耗 这个很简单 一看就知道 应提足总的折旧是100 这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年限平均法 什么叫年限平均法呢 年限平均法的假设是 折旧跟时间呈正比的关系 折旧跟时间呈正比例关系的意思是 时间越久 损耗越大 平均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进行消耗的测算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叫年限平均法 还有的一个词叫直线法 这是一个词啊 如果他说是直线法 记得直线法就是年限平均法 一个词 平拆呗 那既然和时间呈正比例关系 于是这个是它的应提足总折旧 这是它的折旧期 几年啊 五年是吧 那103减3的应提足总折旧是100吧 五年平拆 五年平拆 因为这个年限平均法就是随着时间平拆嘛 按照时间推移成正比例往下推 平拆 每年多少 每年20万 这就是直线法下 也叫年限平均法下的年折旧的一个推算过程 OK 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前三个要素的关联关系 我在这总结一下 前三个要素 折旧基础就是原价 这是折旧期点 第二个是使用期限 第三个是预计净残值 那么原价减掉预计净残值是它的应提足的总折旧 应提足的总折旧 如果它是年限平均法下 那你就直接除以五 刚才这个不是除以五吗 平拆一年几是二十 这就叫直线法 年限平均法的推导 搞懂了吧 接着说第四个要素 叫固定私产以提准备 这是什么东西 固定私产它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出现减值 这个很常见 你买一个车 尤其是一些跑运输的车 那个车的话 你注意 买了你就到手贬值了 知道吗 它不是因为你使用贬值的 因为这个车的整个的生产的竞争的环境 造成这个车 它的单位的劳动价值附着越来越少 这种减值的话 可以说跟你的使用关系不是太大 你一到手它就贬值 你知道吗 这个车的话 如果出现了减值 应该进行减值的测试 然后进行减值的提取 这就是折旧的另外一个因素影响 叫以提减值 每提一次减值当做一个全新的固定私产出现一样 它的所有的折旧指标重新测定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你这提减值你总得要判断 你咋知道它减值了 你凭什么说它减值了 你得有证据 这是一方面 证据我们在这还没有到时候讲 因为还没有讲资产减值 我们这个初级块钱时务只是说有证据 它才提减值 这说什么证据 我们这不要求 你就知道它有证据就完了 第二个 它最新价多少 这个最新价叫可收回价 我给你写这 这个固定私产的最新价值的专业术语 叫可收回价值 可收回价值怎么算 我们初级会计数不要求 我大概说一下 这个最新的可收回价怎么算呢 我举一个东西 你比方说咱们单位是干出租的 出租公司 那你的固定私产就是每一辆出租车 你告诉我这个出租车的可收回价 最新价怎么算 出租车是不是有两个使用方向 第一个 我就不干了 我直接把它卖了 我当即把它卖掉 能唠一个钱数 比方说唠十万块钱 这是一种可收回价的认定口径 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车咱们不卖 咱们接着用 还能干三年 每年拉伙有一个纯收入 最后报废 还有一个废铁收入 我把未来的使用期的 资金净挥流折现到现在 叫未来流量折现 也可以算出 目前这个车的最新价 那么到底我是用立马卖的方式 还是用接着用的方式认定它的最新价呢 用输高方式 哪个回报价值更高 那就是它的可收回价 所以说对固定私产来说 它的可收回价应当用公云处置进额和预计未来流量 二者折现 挑那个输高口径 公云处置进额是当即处置方式 未来流量折现是正常使用方式 两方是挑最高的那个回报做可收回价 这个你就是听一听就行 考试的话呢 这个数会直接告诉你 你不用自个推 你不用自个推 我们在这只提一句啊 那么出现了可收回价的话呢 你得比较目前它的账面是多少钱 比出它贬了多少钱 提简直就可以 咱咱练一个 说了半天咱练一个 走 请听题 甲公司2019年初开始对生产设备提取折旧 原价308万 预计期限5年 届满时预计残值10万 清理费2 走走走 净残值多少 净残值8万 我给你标这了啊 净残值8万 那它的应提组总折旧是多少 308减8 300呗 308 减去8 应提足的是300 期限5年 直线法折旧 直线法折旧就是年限平均法 哎呦 年限平均法除以5呗 等一几啊 每年60啊 咱们先把这个基础数据先铺垫完 提的提的出现个问题 说这个20年底出现的减值了 它这没有说是什么减值记性 你就说反正是减值了 可收回价 最新价127 然后呢 出现这个减值的话呢 经过测定 未来的净残值变成了7 净残值也动了 22年设备又贬值了 可收回价是9 净残值是多少 净残值是1 这是它的后续的一个纸外变化 来 我们把这个过程给你走一遍 注意听 走 先说 它的头一年 等会儿啥时候开始提的 这就往回翻一下 2019年初开始 那你说这固定私产 啥时候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的呢 那肯定是在18年底 它得到2018年底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 然后从下月 那就2019年初才开始折的 没错 走走走开始 折 折折折 第一年多少 60 刚才算过了啊 第二年呢 还是60 这个折旧的分路怎么写 我给你补一下 我们在这呢 先把累积折旧的使用方法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累积折旧这个账户呢 是固定私产的背底账 这个账户只干一件事 就是负责累积固定私产的损耗 而固定私产账只负责登 它的初始的入账成本 也就是只登原价 累积的就是专门登 它的累积损耗额 那么在累积折旧的代方登记 提了多少折旧 它的余额在代方表示 目前累计提了多少损耗 它和固定私产形成抵减的关系 它俩减文之后叫折余价 我待会再跟你另说 那么这个折旧记题分路 得看折旧的指向对象是什么 如果它是生产设备 那这个折旧损耗 应该算是产品的一项代价 但是由于这个代价 是需要经过一个瓜分 才能到位的 所以说它叫间接费用 起名字叫制造费用 那借记制造费用 代记累积折旧 这是用于生产的设备折旧 构成产品成本 行政用的走到管理费 销售部门用的走到销售费用 带的是累计折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支出 后面再说 先给它认个事 先给它认个门 来接着说 这折旧折了俩了 对吧 这个时候有个叫折余价的东西 折余价就是固定资产减累积折旧的 差额 188怎么来的 首先它的原价是多少 308吧 308 减去两年的折旧是120 这不减完之后188吗 这叫折余价188 而目前给定的可收回价是127 最新价127 那它减值多了 61啊 减值61 就是它俩一比 你看 折余价188对不对 目前你帐上登的是188 结果经过测算 它减值了最新价是127 那就肯定贬值了61啊 一比就揣了 提减值的分量怎么写 这么写 来我们看看提减值的分路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60亿 代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60亿 它跟那个存货那个差不多 存货那个怎么提的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代记存货地价准备 应收那个提坏账怎么提的 是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坏账准备 都差不多 名称略有差别 但是固定资产也好 包括存货也好 它的减值使用的支出科目 存货固定资产用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应收用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这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是谁的背底账 当然是固定资产的背底账了 在这儿的话呢 等于说固定资产有俩背底账 一个叫累积着旧 一个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来 这儿还有一个词 这个提完减值 有一个最新账面价 就这个 127 这什么意思 我跟你画一下 那就说在这个点上 当它提完减值之后的数据关系 是长这样的 来 看一眼 你看这个登的是固定资产的原价308 固定资产账登的就是它的原价 在固定资产账上增加减少结余都是指的原价 它的损耗分别被谁提 累积着旧和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也就是说呢 累积着旧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是固定资产的背底账 当固定资产原价干掉累积折旧之后 形成的那个差额叫折余价 折余价再减掉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剩的是账面价 来对对号 固定资产原价308减去累积折旧120 这是第二年末的数据啊 它的折余价是他俩的差是188 然后再减掉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61 再干掉之后剩下的是净额 也就账面价127 记得这是报表口径 这个127是报表口径 哪个报表 私产负债表 私产负债表口径 也就是在私产负债表上 登的固定私产是登这个127这个数 OK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你说这里面有几个账户啊 仨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账户 五个指标 其中固定私产的折余价和固定私产的账位价不是账户 是经过若干账户挤出的差额 会了吧 如果人问你账面价是哪一个 你得知道是啥意思啊 所谓账面价就是挤干净之后的净额 而固定私产一旦发生减值的话 当作全新的固定私产重新测算后续折旧指标 包括你刚才提完减值 好 那你的后边的折旧期啊 净参值啊 折旧方法都得从头来过 我们假定折旧方法不改 还是直线法 年线平均法 但是净参值改了 改成几了 改成7了 原来是几 原来是8 那你7线不动对吧 127是最新的口径相当于 127你就当作一个新原价一行 127减7 后3你要提足的是120 120除以3每年40吗 这就是40怎么来的 40怎么来的 俩40之后这个位置 它的账面价是47 47怎么来的呢 就是127减40减40 这不称47吗 而他给的这个可收回价是9 又贬值了 看见没有 再贬38 又贬了38 分路怎么写 解私产减值损失 带固定私产减值准备38 提完减值后 它的最新账面就会达到9 这时候它的残值又改了 改成1了 那么后面这一年提8就行 我们假定期限不变啊 提8就可以 哎哎 这这这 提8就行 我问你一个小问题 你说这个位置 就是第三年底的指边 是长啥样 第三年底 我给你画在这 走 拉过来 在一块来啊 第三年底 你先说固定私产是多少 固定私产还是30吧 没动 跟着我来 累计折旧呢 累计折旧 你得加一下 第三年吧 第三年底 那就是60加60加40 这是多少 160 来打个包 他俩的差叫折余价 你告诉我折余价多少 308 减去160 这等148 然后再往下来 那个准备呢 准备啊 准备你提了个61 走 挤它一下 他俩再减一下账面价多少 账面价 148 减个61 等于87 账面价等于87 那么在第三年底的 资产负债表里面 列的那个固定私产 第三年底 21年底呗 固定私产列的那个报表名称 就是87这个数 看啊 这是个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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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账户 五个指标 折余价和账面价 是挤出来的 不是账户 懂了吧 一定要知道它的名称 固定私产好多专业名词 别搞错了 这个题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在这 看啊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他说账面价47是吧 最新价47 可收回价49 所以他又贬了38 那要是49呢 49 这儿是49 比47还恢复了两个 恢复简直认不认 不认 在这儿呢 我们再重复一遍 固定私产提弯简直 是不让恢复的 还有谁啊 无形私产提弯简直 也不让恢复 但是应收提外账可以恢复 包括存货提简直 也可以恢复 但是对于固定私产 和无形私产提简直 一定要慎重 因为这种大件私产提简直是 只能提 不能恢复 所以说呢 简直是不让恢复的 看这不有吗 如果在22年底的可收回价 22年底不就第四年底吗 这儿 它的账面价 是47 账面价47 可收回价变成49的话 恢复了 认不认 不认 不让恢复 把它务必记住 OK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节点 我再稍微重复一遍 第一个 要会算简直 这个简直其实不用算 它给了你可收回价 你就拿它和它的最新价去比就完了 那的差额就是提简直呗 分路怎么写来的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代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另外简直后的折旧怎么办呢 简直后当作全新固定死产出现一样 它的最新账面价可以当作一个新原价 那么它的后续折旧期 它的残值一切要重新再来过 那么它的后续的这个折旧 当作全新的死产重新测定 提简直能不能恢复 不让恢复 另外的话呢 你得知道固定死产的一些指标的名称 那就是固定死产登的是原价 累积折旧是它的背底账 固定死产减掉 累积折旧叫折余价 再减掉固定死产减值准备叫账面价 账面价是固定死产表里面的口径 或者叫指标 这些呢 要会重点提示 练个题吧 这个题稍微点难 我们考试比大家简单注意啊 这是练习题 某公司09年6月份买了一台设备 入账价一个亿 预计期限十年 净残值500 净残值500 先说应提足总值就多少 一个亿 减去500 应提足9500 应提足9500 直线法啊 直线法 几年期 十年 十年 一年多少 一年950 拿下 等会儿 你啥买的 6月份买的 几月份折呀 7月份折 也就是下半年 那除以2呗 等于多少 除以2 475 这算是09年下半年的折旧 这个数 然后他说这个折折折 折到2011年底出现了 简直可收回价3000 然后尚可75年 净残值改成50了 问怎么办 画个图吧 这样我给你画个 稍微写一点 因为这样空间大一点 走 拉过来 先说哪年开始提 我给你标 09年的 7月1号开始折 对不 然后第一段 就是09年底 这是 09年的 12月31号 这第一段 这半年啊 半年 提了多少 475 这刚做过的 往下拉 2010年呢 整年的吧 整年950 刚才算过了 整年是950 然后这是2011年的 2011年的 2011年又来个950 对不 请问 在这个点的折余价是多少 跟我算 快点 折余价 我跟着来啊 原价多少 原价一个亿 减谁 减475 再减谁 950 再减谁 950 落多少 7625 然后他给了个可收回价几千 3000 这个 拿过来 可收回价是3000 可收回价3000 告诉我提多少减值啊 4625 没错吧 这个分路怎么写 借私产减值损失 代固定私产减值准备 4625 提完减值后 这个点的最新账面是多少 3000啊 3000 他净参值是几 净参值50 那他的后续折就要提足的是多少 2950 还有几年 还有五年 一年多少 算一下 2950除15 每年是59590 差不多了 看看他问什么 根据刚才这个计算 他问一年底的折余价是不是7625 没错吧 这个 这个折余价7625 对着呢 2011年底的减值是不是4625 没错 4625 2012年的折旧是不是590 没错 590 这俩都对 2012年底的折余价是2410吗 问这个点的折余价 等会我一写这 这590是吧 他说这个点的折余价多少 你告诉我这个点折余价怎么算 这个点的折余价 你得拿一万 减谁去 减475 再减谁 950 再减谁 950 再减谁 590 你这个折余价是7035 不是2410 你说的2410是账面价 也就是7035减准备之后的 你看减完准备之后是2410 你看这就是一个词的专业术语 他说折余价 不是问的账面价 你知道账面价什么意思 账面价是挤干净之后的那个数 你问的是折余价 折余价就是拿一个亿的原价 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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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它挤出来 这是不一样的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听着啊 用原价一万 减去第一年折旧多少 475 第二年折旧多少 950 第三年折旧多少 950 第四年折旧多少 590 这个才是折余价7035 这应该是7035就对了 你这标的2410 是它这个点的账面价 这个点的账面价 得拿它减准备 知道吗 减去4625的准备 剩的那个2410 那也叫账面价 这叫账面价才对 对 这不是一个意思 2012年底的固定私产 余额是不是一个月 固定私产余额始终是一个月 折它不死 固定私产 它蹬的就是原价 不让动的 合了就D是错的 A B C是对的 OK 没错吧 他问的是谁对吗 这个过程比较热闹 自己琢磨琢磨 这个题呢 咱得说清楚啊 考试不会考这么变态的题 这是练习题 就是帮你识别它的指标的计算 包括一些专业名称的认定 我相信你应该会的 我相信你应该会的 我相信你应该会有关 练习了 我相信你应该会的 对那种选择 来两分钟 我相信你应该会有令我 则说你还会有点 我相信你应该会有点 我相信你应该会有很多